沒錯 我換新車了 耶 超級漂亮 整車都還是新車位 前陣子呢 我們只要有一些到中部拍攝的案子 然後開著我的舊車下去 常常啊 就是要跟廠商說 欸 不好意思 我們在林口屌車了 因為我之前那台車已經是18年L牌的老爺等級車子了 那那台車其實開到18年 里程20幾萬之後 它就大小故障不斷 要嘛就是引擎燈亮 不然就是變速箱有問題 最後呢 我們在去年底終於決定 好吧 就讓它順利畢業 然後退休 所以去年底我就欠了這台新車 但是很多人其實會問到 就我們平常出去拍攝可能有我的車 有風機所的車子 然後再加上攝影師 到底一台車怎麼裝得下 所以今天這集影片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平常出去拍攝 都是怎麼樣做車子的運送 然後最近我們要做一個新的升級 OK 所以我就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我們平常出去拍攝的時候 都是怎麼樣載車吧 那第一種方式呢 我會把後排的座位直接全部打平 那打平之後呢 前後輪是可以直接不用拆的情況下 把車子整台放進去 但這樣的缺點呢 就是整台車只載了下兩個人 那放著車可以放到兩台腳踏車 第二種方式呢 就是希望可以載到五個人 那腳踏車可能就要有點犧牲 可能只能載到一台腳踏車的情況下 通常上車前呢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的大盤打到最重池 因為在最外面的時候 是比較好拆卸後輪的 那靠在車上之後呢 通常這個時候就是考驗的開始 因為我換了這台 沒有到像上一台這麼深 所以在放進去的時候 就需要閃躲一下 不然有時候就會考到 其實新車是真的還滿痛的 那這樣的好處呢 是可以載到五個人 但缺點呢 就是後車廂 可能就只放得下一台車子 所以這就是我目前 車子的兩種可以載一下腳踏車的方式 那如果有些人呢 他可能是房車 就是五人坐 然後沒有這種先輩式的後車廂的話 拆裝的車子可能就會難度更高 因為通常是把前後輪都卸掉 裝到吸車帶 然後直接在後排空間把它放上去 那方法滿多種的 那基本上就是一定要具備 就是自己會拆前後輪 那在上到車上之後啊 是一個比較靈活可以變動的方式比較多 但我實在是受不了這樣了 每次拍攝都需要拆裝輪子 然後都需要限縮到我們的座位空間 所以我即將來做一個大升級 在廣告之內 你關掉了 你爹得到你 是得到你 它是真意的 指令 你請給你 你這張詞 自己的帳餐 你 看來 沒錯,你們看到這個場景就是我已經完成安裝車頂架啦 終於我們現在出去拍攝或是騎乘 不用再把腳踏車放在自己大腿上,坐著超級擁擠 可以完成原本可以搭五人坐的這個車型了 那我這次裝了這個車頂架呢 我現在是裝兩隻橫桿 就是可以裝上兩台腳踏車的狀態 但是大家適不適合裝車頂架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自己評估一下 我們的需求是至少要五個人出去拍攝 會有兩台腳踏車 那如果是以目前的這樣的狀態,車子是裝不下的 所以我們才會安裝這個車頂架 那我覺得比較需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就是我自己也差點就是在隧道口把我的屋頂掀起來 那我現在駕完腳踏車之後 目前車高來到了3公尺 但是平常其實很多隧道大概都只有2.5公尺的高度 所以其實進隧道或地下室要非常非常小心 不然我上一次差一點就是直接把我腳踏車頭撞壞了 就停在路邊看到底過不過的去 沒辦法,最後還是下來把腳踏車拿下來再牽進去 所以大家鑽完可能要非常注意就是腳踏車會不會撞到太高的這個問題 那平常駕上車就會有像這樣很像直排輪式的扣帶 它這個卡進去之後啊 它可以用這個扳手越扣越緊 扣不住了之後,車子其實就非常穩定 就兩個輪子扣住然後中間這邊還有一個夾住的裝置 直接夾住下管 所以整台車就非常穩定 OK,我們把它拆下來吧 在下管的位置這邊有一個快速解開的按鈕 按下去之後這個就可以解開 車子就可以拿下來 那其實它還有其他的變換方式啊 就是有些人會在上面加裝行李箱或者是車頂帳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變化 那如果像我們平常只是用腳踏車的話 其實它可以加到四根橫桿 就可以一次載到四台腳踏車 那這個當然還是要依照原廠的指示 因為有些車可能沒辦法負重這麼重 那當然大家就自己斟酌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上網google一下車頂架 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相關的資訊喔 OK,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骑中考 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